香港銀髮族週六在中環愛丁堡廣場 發起Name and Shame 杜絕政治酬庸集會 把落選建制派區議員列入監督名單 警告公營機構 若港府用政治酬庸的方式 委任這些人進入董事會、決策層或授予職位 將會去羞辱他們 麻油蒂南後任區議員胡遂山表示 如果林鄭月娥將落選建制派區議員 分配到各個委員會 會惹起民憤 說是以委員會的名字那麼熟的 正正就是林鄭月娥說要去 委回那些落選議員去的委員會 她還以可言無恥 她真的要來給錢她 是想趕走她 別讓她做任何公職圍禍社區 才要投票投走她嘛 中西區後任區議員黃永志表示 建制派往往以龐大的選舉資源 籠絡人心 中聯保安黨和中聯辦 他每天都想重斷我們的社區 他打算扔很多的蛇齋頂鐘下來 我聽說過的 臘迫2014年的時候 是觀塘的 很厲害的 派米 都不得止 派冷氣機 派這個的樹林 是啊 他還要找人親自送上門 市民曾先生表示 港府向部分落選建制派區議員 給予公職作為補償 絕對違反民意 義大利南高音斯特發諾·拉多拉 上台用廣東話演唱多首改編的聖誕歌 批評林鄭月娥及港警濫權 新唐人記者韓娜郭威力香港報導